哈囉 大家好 我是老實 那天天節手遊TubTub的官方釋出一個消息 就是我們期待已久的劍邪英千陽 人物情報所曝 跟他的招式 的展示 隱恨化魔人 以望世間溫 在天天節優神佔領手遊中 我們的主角可通過十輪遺軌附羽的印記 憑藉殘留與世間的外形散破氣息 換回過往的俠客陰姐們 獲得幫助 之前我們曾經介紹過夏侯儀風寒月等人 便是憑藉此法登場 只不過 偶爾也會換出一些 讓人感到有些意外的人 比如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主角 劍邪 這個劍邪跟 天天節單機的不太一樣 有點壯 然後他的劍邪總是背在後面 還這麼大一把 好 劍邪是神魔至尊傳中 一切獲釋的主謀 統帥者坐下嗜血 但他平時並不經常出現 嗜血早先變在人間尾或惡名遠洋 背後的劍邪 卻鮮有人知曉 作為神魔至尊傳第二boss 第一是大魔王之右 劍邪的此理 那是沒得說 一方邪尊 一方邪尊威壓強大 只是看一眼便能 感受到極強的壓迫感 遇劍器 實力以致增進 不僅能使用無臟的 遇氣飛劍絕血 還能飛行移動 來去自由 他不受地形的限制 可以用飛的 所使用的配件為 邪皇霸劍 乃是曾經地界英雄漢天的寶劍 史屬於神兵之列 不过劍邪修煉大成後 平時都使用劍器攻擊 並沒有什麼灰燼的必要 讓人不免對這把劍 感覺 有些惋惜 劍邪并非妖邪化形 卻也並非人類 而是由人類轉身而成的魔人 本名英千陽 曾經天玄門利子 為人 親人 但心存正道 與地界幽基 冗業 結尾連儀 天音劫曰 第三代 出國品 還神劫 正是以 英千陽為主角 展開的劇情 其中 便講述他與 龍夜的相遇 如何得到邪皇霸劍 以及為何擁有 可轉身魔人 能力的往事 不料 卻遭所謂的武林震怕暗算 龍夜生死 英千陽平死 復仇的執念之下 領恨轉身 從此事實上 變多了一位劍邪 為了復活死去的愛人 劍邪開始了復活 持有的計劃 儘管這世間 森林塗炭 但是轉身魔人 厚了他 以免得慈悲 和欺情憂鬱 只能說 造化弄人 想要復活吃油 必須的魂魄 存在一位叫 風寒月姑娘的體內 而他早已和英劍兵 兩情相悅 當然 這並沒有讓 以無情的劍邪停下 犧牲風寒月後 一套大丈夫 何患無期的說死 而劍邪自己 為復活愛人 不惜毀滅一切的行為 形成莫大的諷刺 原來 劍邪也不夠是 為情索困的 可憐人罷了 這招是 萬邪天面 還算 還算有 還算跟原作蠻像的 最終 依舊堅守正道的兒子 不再迷惘 與陸謀的父親 進行一場複製 相長的驚天對決 只是這位 號稱無情劍邪 不能 而止死於自己的手中 最後一刻 解開了天魔護凱的防禦 讓英劍兵的劍下 安然一世 如今這位邪尊 也將在手中登場了 威勢不減 霸氣十足 曾經是天權門的得益底子 天才的悟性 加上魔女的身體 最終練成的無上劍法 擺脫了實踐的 自護 劍氣上的輸出方式 以漆黑帶血色的劍氣為主 帶有力能恐懼的力量 這應該是補風攻擊吧 不在手游當中變成 紅色的劍氣 帶黑色的劍氣 自身散發著驚人的魔氣 即使行走帶起的氣 也非常能 所能接受 更不要說 劍邪最想絕學 諸天劍之 赤魂的劍氣落下 鮮有敵人 能從此招下逃生 這招是 來去如風 這應該天賦吧 OK 以上就是劍邪的介紹 許多少俠 對這位邪尊 非常感興趣 小師妹立馬就安排上了 如果少俠還有其他想要看到的人物 記得在下方評論去告訴我 期待和你的再次相遇 大家國慶假期晚得愉快 好大家中秋節快樂 那這次就是 殷千羊劍邪的介紹 終於殷千羊 還是有登場 只是他的劍 比我想像中還要大字 我覺得他是配腰間比較帥 配後面感覺是 身形有點龐大 是怪怪的 好啦 那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IG FB還有劇群 那謝謝大家 支持收看囉 拜拜